中国历史上五大姓氏,从古至今一直未衰落你在不在其中? 新进来的朋友记得点个订阅,这里是真正历史,关注我,你一定不会后悔。 每一位中华儿女对百家姓都不会陌生,百家姓成书于北宋初年,最初只记录了411个姓氏,现今已经增加到568个,单姓444个,负姓124个,今天我们聊五个姓氏,从古至今一直称剩的五个姓氏,可能你就在其中。 1. 世界人口最多的姓氏李姓,中国唐代时期,李姓乃是国姓,总人数约一个亿,李姓主要分布在中国河南、四川、东三省地区,站在全球范围来讲,李姓人口是最多的,比如韩国,李姓在韩国排第二,在美国排第二十二。 1. 先秦思想家李尔,李尔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被誉为道家之祖之一,他是老子的弟子,也是道德经的作者之一。 2. 秦朝丞相李斯,李斯是秦始皇时期的一位重要政治家和文学家,他担任过秦朝的丞相,对秦朝的统一和法治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3. 唐朝太宗李世民,李世民是唐太宗,他在位期间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开创性的政策,使得唐朝达到了鼎盛的繁荣时期。 4. 唐朝大诗人李白,李白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巨星,他的诗歌作品凝练了华夏民族数千年的精神与智慧,被誉为诗仙。 5. 宋朝才女李清照,李清照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杰出女词人,她的词作已出发对生活。 6. 爱情与人生的矛盾思考为主题,被誉为千古第一才女。 6. 非将军李广,李广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位著名将领,他以勇猛善战而闻名,曾参与多次战役,并立下赫赫战功。 7. 唐玄宗李隆基,李隆基是唐朝的第八位皇帝,他在位期间实施了一系列的政治和文化改革,推动了唐朝的繁荣。 8. 李嘉诚,李嘉诚是香港的商界巨子,他是长江实业集团的创办人,也是中国最富有的商人之一。 2. 我住隔壁我姓王,王姓。 3. 王姓为中国第二大姓,总人口约9200万。王姓在中国分布范围非常广泛,常见地区在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安徽等地区。 3. 古今姓王的名人非常多,他们涉及各个领域,包括历史、文学、艺术、政治等等。 4. 其中,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文明的美女,她是西汉城帝刘傲的皇后,为了维护国家和平,被迫前往匈奴成为和亲的心腹。 4. 王昭君的美貌和聪明才智史匈奴人对她产生敬意,她在匈奴部落改革了许多制度。 5. 新朝皇帝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她成为了东汉末年的统治者,王莽以改革家的身份登上皇帝的宝座,试图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来挽救东汉末年社会的困境。 5. 她推行了地制税制度和长平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然而这些改革并没有能够彻底解决东汉末年的问题,最终导致了新朝的负面。 5. 东晋书法家王希之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书法作品风格独特,笔画洒脱,造型简练,韵味深厚,被后世称为王希之法书。 5. 王希之的书法艺术对后世影响深远,不仅成为了后来各个时代书法家的学习范本,更成为了传统书法艺术发展中重要的里程碑。 5. 唐朝大诗人王博是古代诗歌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作品以其雄奇豪放,既是庞博的风格而闻名,他的代表作《藤王阁序》,以其雄魂庞博的词章和雄心壮志的意境而广为流传,王博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开唐风华的代表之一。 5. 唐朝诗人王维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伟大文学家和画家,他的诗作以自然风光和人生哲理为主题,语言简练优美,意境深远,以其质朴与清新的特点而受到了广泛的赞誉。此外,他还以山水画而闻名,被后世尊称为王维山水画。 5. 北宋文学家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政治家和文学家,他在政治上尝试了一系列的新政策,被称为王安石变法,他主张改革官员选拔制度,推行方田制度和清缭法等一系列经济政策,以解决当时社会矛盾和经济问题。 他也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作品涉及文学、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 王重阳是我国道教全真派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唐宋时期的重要学者和道家思想家,他创立的全真派强调内丹修炼和人与自然的和谐。 被后世尊奉为道教的高仙,王重阳的教义和思想对后世道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上只是关于古今姓王的一些名人简要介绍,并不能详尽涵盖他们的全部成就,他们各自在不同领域的贡献和影响力都是不可忽视的。 这些名人的事迹和成就都为我们所敬佩和学习。 张姓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姓氏,在古代和现代都有许多著名的张姓人物,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和贡献。 战国纵横家张仪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政治家和谋略家。 他提出了疆域观念和连横策略,对于各国的外交关系和政治格局有重大影响。 明代宰相张巨正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政治家和改革者,他在位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大力发展农业、工商业和教育,被誉为明朝之冠。 西汉名将张谦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他率领使团初始西域,开辟了中原与西域的贸易通道,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代艺术家张大谦是中国现代画坛的一位重要人物。 他擅长山水画、花鸟画和人物画,作品充满了自由奔放和创新精神,对于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张姓名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成就,都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中国第三大姓是张姓。 民间有一种说法,天下张姓出清河,河北清河也是张姓的发祥地,张姓为中国第三大姓氏,人口约8700万,张姓主要分布在河北、河南、山东、四川、江苏、湖北等地。 战国纵横家张仪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政治家和谋略家。 他提出了疆域观念和连横策略,对于各国的外交关系和政治格局有重大影响。 明代宰相张巨正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政治家和改革者。 他在位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大力发展农业、工商业和教育,被誉为明朝之冠。 西汉名将张谦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开拓者。 他率领使团初始西域,开辟了中原与西域的贸易通道,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代艺术家张大谦是中国现代画坛的一位重要人物。 他擅长山水画、花鸟画和人物画,作品充满了自由奔放和创新精神,对于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4.汉朝国姓、刘姓 刘姓最早来源地摇后裔,发祥在县河南鲁山。 刘姓也是汉朝国姓,刘姓人口总数约七千万。 刘姓主要分布在河北、内蒙、辽宁、京津地区。 在刘姓的历史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就是汉高祖刘邦。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也是刘姓最早的皇帝。 刘邦在历史中被称为刘姓皇帝的鼻祖,他建立了西汉王朝,开创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 另一个著名的刘姓名人是东汉皇帝刘秀。 他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在他的领导下,东汉王朝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相对稳定和繁荣,被后人称为光武中兴。 三国时期的刘备也是刘姓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作为刘备是刘氏宗族的子孙。 他是刘备尔的运筹帷幄的人物之一,是孙靖的才华横移的千古名将。 作为三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势力,蜀汉的刘备是中国历史上深受人们尊敬和景仰的人物之一。 唐代的文学家刘雨昕以其深情的诗词而闻名,被后人誉为江南才子。 刘雨昕的诗词以写景描写,神明永史和婉约风格为主要特点,展现了他深厚的文化造诣和艺术才华。 刘少奇是杰出领导人,为中国的伟大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刘震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是一位敏感而深思熟虑的作家,擅长通过小说展现人性和社会问题。 他的作品《一句顶一万句》、《服侍德》等广受赞誉,被誉为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代表。 刘胡兰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烈士之一。 她是一名年轻的女学生,因参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活动而被捕并最终牺牲。 刘胡兰被人们视为革命烈士的代表,她的悲壮故事被广泛传送。 刘长春是中国的一位著名田径运动员,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突破十秒的百米短跑运动员。 刘长春的成功不仅是个人的成就,也代表了中国体育的进步和发展。 刘德华是一位知名的香港演员和歌手,她以其卓越的演技和独特的音乐才华在华语影坛和乐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刘德华以其多才多艺的能力和精湛的演技成为中国娱乐界的代表之一。 刘欢是中国知名的歌手和音乐创作家。 她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风格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刘欢的音乐作品涵盖了多种音乐风格,她的歌曲在中国音乐界具有深远影响力。 刘翔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田径运动员之一。 刘翔的成功不仅是她个人的成就,也代表了中国田径在全球舞台上的崛起和竞争力。 空谷音乐